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明天 追求美国梦 所以我们一定要拥有美国社会 虽然我们老华丑 美国已经做了很多功识 得到美国政府 美国社会大众的认同 肯定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很多事情来 让他们更加了解我们 在我们的国家 即使它已经建立了一年 这段短时间 就像是一个努力的拥有 罗省中华会馆主席李金生 副主席司徒展环 前蒙氏市长林达坚 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会长蔡成华 台山联谊会会长朱建平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张贤 美华联监视长赵林 于文波 陈楚华等致辞 他们表示 今年的国庆活动改在蒙氏公园举办野餐员游会方式 来加强互动交流是很有意义 希望明年继续办得更成功